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满人的衣服叫做旗袍 这样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华人穿的衣服是来自满人呢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真正的传统服装 被课本遗忘了 所以今天我就讲一讲 让大家认识一下一些新的知识 就是我们现在穿着的衣服 什么衣服 汉服 汉服 很帅 再帅个帽子 想像你以前的衣服 帽子学配老师 帽子 帽子 下次了 帽子你弄不见了 没有弄不见了 放在厨里面 懒惰去哪 在楼下 不用紧 下个星期 首先 大家讲这个衣服是古装 古装 可是这个照片不是古装 不是古代拍 是现代人来的 他们穿着汉服 其实这衣服没有被遗忘掉 慢慢有人开始穿了 汉服 这个是普通人穿的 这个是结婚穿的 所以大概讲一讲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 华人的华是什么意思 我们叫华人 什么意思 是不是 华 我们是华人 华人 华人 华是什么意思 有些讲过吗 华人是什么意思 中华民主共和国 中华的华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只是那个地方 当然 在最原本的意思 华人 他叫华夏 他是全称叫华夏 华夏 华夏是全称 后来华夏人 华夏民主 后来这个字很长 我们叫做华人 把那个夏割掉了 华夏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礼仪之大 故称相 有福章之美 卫之华 所以华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的衣服 在古代是很美的 其他民族讲 这个民族很漂亮 很华丽 比较华人 衣服特别美 不会穿到很暴露 很性感 穿到很专装 很得体的 叫华人 好夏呢 是指那个礼仪 因为在古代呢 中国是礼仪之邦 很多礼的 就是很多很多那种 很多那种礼仪 好 所以呢 汉服呢 就受到周边民族的推崇 比如韩国跟日本 他们就模仿汉服 就是有一点学 改掉 改掉一点东西 对 其实有三个特征 汉服呢 一定是交领右刃 一个Y shape 右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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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穿左刃 左刃通常是死人穿的衣服 叫做兽衣 你穿掉法的话 就逮捕了一下 所以一般上是右刃 交领右刃 宽衣 薄袖 衣服比较宽 这个袖子呢 是比较薄的 就是比较宽 OK 然后呢 他们没有钮扣的 有那个细带 就是他们绑在后面 有一个那个细带 可是呢 韩服呢 他这个 腰啊 拉到比较高一点点 就高腰 他的裙子高腰的 然后和服呢 就比较 也是比较窄一点点 OK 所以呢 这个是后来的变化啦 因为他们可能 不同的环境 他们做一些调整 所以这个是最original的 就是汉服 然后呢 这个是韩服 就是汉服 跟这个 kimono 如果你们去日本韩国啊 或者去他们那种 export啊 他们的展览 可以体验穿他们的 不过呢 其实他们的源头呢 就是来自 汉服 OK 汉服 OK 这个 汉服 其实 穿了三千年 从皇帝的时候 皇帝呢 是 第一个 第一个统治者 就是一个传说人物啦 皇帝 这个皇帝 这个 就是他讲的 皇帝 所以皇帝呢 从他开始呢 到那些孔子啊 孟子啊 还有什么子啊 总之那种古人一直穿 到什么 刘备啊 张飞啊 关羽啊 然后到什么 到那些 李白啊 穿了三千年 穿了三千年 明朝 忽然间没有穿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在 1644年 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1644年 他这个是三百年的天前 1644 两个四 都很不吉利 是不是 发生了一个很可怕 很可怕的事情 好 因为呢 1644年呢 在北方呢 有一种人 叫做满人 他们就 入侵中国 但是中国呢 是明朝 而且呢 明朝内乱 他们这国家呢 很衰落 好 好 所以呢 这个满清人呢 他们就趁这个中国内乱呢 就 攻打 就他们翻过这个 三海关 三海关呢 是中国的第一个门呢 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汉奸 叫胡三桂 他引清兵入关 就把这些清兵呢 全部 开门 让他们进来 所以呢 一进来过呢 一进来了 就 很乱了啦 当时呢 明朝呢 那一乱 比如第一个 有流寇叛乱 有那些农民呢 在造访 李自成那些农民 他们造访 后来呢 皇帝呢 他去自杀 哪一个皇帝 皇帝呢 他没有去 他没有逃走了嘛 他的就要 他尊严去自杀 叫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 他整个皇宫呢 被攻下过呢 他就跑去一座山 叫做梅山 然后呢 就摆个摆布 把头发弄乱 就自杀 身边有个太监呢 在哭了 所以呢 叫皇帝很可怜 这太监就要怎样了 什么 这太监就要怎样了 这太监应该是 应该是跟着自杀啦 因为他皇帝是杀的主人嘛 他看到自杀还跟着 很伤心也跟着自杀 所以呢 皇帝自杀 整个明朝就群龙无首 然后他们自己也内乱 他们自己也很多想要 自己也争着做皇帝 同时呢 满清从北方打下来了 其实呢 当时呢 有一些人在抵抗了 有在抵抗了 有在抵抗了嘛 可是因为 他们不团结 大家抢着当皇帝 就是这个崇子还有一些后代 还有些亲戚 都抢着真王位 所以导致自己呢 自相残杀 自己也打自己人 结果呢 这个清朝呢 就打下来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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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就 灭掉了 所以呢 我们讲一讲 这种人呢 叫做满人 刘老师 石草原 这个游牧民族 好 他们在北方这边 满族 好 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特征 就是他们会留鞭子 他们不不留头发的 头发留一半 以前的古代人也不是留长头发的呢 可是我们祖先是留头发的 我们是不留鞭子 我们是头发留到完 我们不剪 前面啊 这个满人是在马尔后面去的 对 他是留到后面罢了 前面留光头 来自俄罗斯的一个远东地区 所以呢 他们是光头的 OK 光头的 所以呢 他们一攻进来 整个中国呢 他们就开始一个政策 叫做剃发衣服 就是把你们头发剃光 男生啊 剃掉头发 衣服呢 就是换你们的衣服 每个人都要换衣服 就是不可以再穿汉服 你们要穿 只能够穿我们满人的衣服 就这些衣服 OK 这个衣服 满人的衣服 这个 这种叫做 这个啦 满人的衣服 好 当时候呢 有很大的反抗了 因为呢 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个耻辱 因为呢 在古代我们的祖先是这样子 这样子留头发的 而且呢 过了年轻人呢 我们是不会剪头发 因为呢 我们认为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得毁伤 笑之实验 所以呢 头发不能乱剪 因为呢 头发是父母给的 除非你要出家 你要做和尚 你才剪 因为呢 你剪的话都不笑 所以呢 所以呢 当时候呢 马人呢 强制呢 要剪光头 很多人不剪 很多人不剪 所以马人就讲 留头不留法 留法不留头 就讲呢 你要头可以 你就不能留头发 留法不留头 什么意思 如果现在留法 如果你要保住你的头发的话呢 你就要把头砍下来了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一个很可怕的政策 可是当时很多那种人呢 他们坚持留头 不 坚持留法 很多人留法 结果呢 头也被砍下了 后来砍很多人过呢 一些人就怕了 所以呢 他们就只好 留头不留法了 ok 就我们的祖先也是怕了 不然的话呢 我们就不留下了 是不是 我们就不出现了 所以呢 杀了很多人 杀了大概七千万人 七千万人 七千万人 所以很多人死亡 战乱里面 ok 这个呢 是一个比较短的片段 一套戏来的 ok 我找一找啊 叫做正成拱 好 当然 14秒半了 ok 所以当时呢 就很多人不要剃 他们不要剪头发 坚持不要剪头发 所以呢 如果今天你们的班 你们的学校的 什么 几率老师 骂你 头发这样长 我留头不留法 留法不留头 看他这样打你 所以当时呢 真的是很多人 不要剪头发 坚持不剪头发 所以就是掉脑袋了 所以呢 可是呢 我们那里赶了 就算别人叫我们剪头发 我们就剪了 ok 因为现在头发呢 已经是变成了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更普通一个一个外形的特征了 因为在古代呢是比较比较那种比较严格那种他们的精神那种笑的精神 好可是呢 有听过吗 正月是不剪头的 你没有听过吗 过年是不能剪头发的 有听过这个习俗吗 我们华人 华人过年是不剪头发的 对 为什么呢 不起意识 不知道 因为 会 死 舅舅 听过吗 过年剪头发 会死 舅舅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剪头发呢 就不要剪头发 好 什么意思老师 其实是过年不剪头 施舅 他们是一种怀念旧潮的一个精神 其实也是来自这个典故 过年不剪头发呢 因为正月嘛 正月不剪头 施舅 就我们要 我们怀念原本的那个前潮 所以呢 这个是个民间的一个习俗 所以千万不是死舅舅 这个只是个谐音 不是什么 我提了解物化就会死 不是 OK 纯粹只是一个 死舅的一个 一个邪音 OK 所以呢 安清呢 他们就进行很多大屠杀 比如扬州十日 扬州十日 扬州十日 扬州八十多万人 然后呢 家定山徒 广东大屠杀等等 就大 一直扬州添 cela 川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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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上马上 ro practice 죄 就被推翻了 所以当时候 每一个中国人 每一个华人他们第一件事 就是把他的鞭子给剪掉 因为鞭子根本是太过难看了 叫什么 猪的尾巴 外国人讲这个是猪尾巴 所以有点像 这个是一种痴乳的象征 因为你看到以前打架 就拉后面的鞭子 所以他们就剪掉了 可是问题 就是因为过了太久 汉服就给人家忘记了 鞭子间了 可是汉服 没有再穿了 因为过了三百年 可是后来 马人的服装 旗袍被薄下来 然后慢慢就取代了我们的 我们的穿的服装 可是旗袍 在以前是很大件的 它是那种大件的 后来因为在 在三十年代的时候 很多上海女性 她们穿旗袍 特别 一些穿旗袍 她们是穿得很性感 就她们会露肩 然后穿到很露脚 所以导致慢慢的 就变成了一个比较 一个比较苗条的身形 所以这个旗袍演变 然后这个唐装就变成了这样子 马卦变唐装 所以本来是马人穿了服装 可是因为历史的关系 所以导致他们的服装 取代了我们原本的服装 而我们就穿了他们的服装 变成了我们的穿的服装 不过当然我们幸运的是 在这二十年 中国那边 在马来西亚这边也是有很多人在 恢复汉服 不过这个需要大家的一个努力 因为他们觉得汉服 就太过大件了 不过你要想一下在古代 中国也是很日的 只是当时 他们有分成几种衣服 夏天有穿夏天衣服 冬天会穿比较多 所以这个是一种不同的演变 所以讲完了整个花的服装 因为这是一个历史 所以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了解一下课本之外 我们要知道一下自己的历史 讲完了来给点掌声